2003年一天 住在比利市一位資深的台胞朋友 舒華打電話給我 舒華說他從另外一位朋友那裡 聽到我面對了婚姻 家庭破碎的問題 老公出軌被談等等 舒華問我 為什麼都不跟著他們說 我說自己經歷了不好的事情 跟你們說也只是把你們情緒拉下來 你們又能幫助我什麼 因為我要面對的是 如何在法律的條款框架下保護自己 保護孩子 我不希望把自己的苦難帶給朋友 所以我不去麻煩朋友 舒華在問我 痛嗎 我說姐 從雲端掉在地上 怎麼會不痛 但是好消息是 今天 我雖然全身疼痛 但是我雙腳能夠站在 扎扎實實的土地上 我能夠站起來了 站起來這個過程很痛苦 但是我知道 只要我努力 只要我努力 我會站起來的 站起來了以後 我就可以重新學習 向前一步一步一步的慢慢走了 而這一次 我不再活在雲裡雲外的那種恐懼 而是實實在在地 腳踏實地做自己 災難痛苦 災難痛苦 都是在生活裡面 或多或少 會經歷的 不是我的選擇 當面對的時候 我必須毅然地面對它 不能夠逃避 不能夠否定 因為通過這一次苦難 我得到的生活生命的智慧 經驗是無價的 找回自己更是絕對有必要 而這一次的德 是世界上沒有任何一個人 任何一種力量 能夠讓我再丟棄的